例多少就有另外一個線段產生 其他相關的正列啦 或者是移動等等 這些 我想後續我們都會做介紹 其他這些都是最重要的功能 基本上 需要記的指令不會太多 我們今天接下來 以這個圖來 以這個圖為例 我們 我們如果說要畫一個 這個直徑是70的話 那等於就是說呢 它的半徑是多少 35嘛 所以你可以這樣子 35 Enter 就會是一個圓了 但是你們畫出來有可能是這樣 就是說呢 它的大小比較小 你希望把這個圓放大的話呢 記得就往前推 往前推 那如果說你今天希望把這個圓 移到中間的話 記得控制 試著去控制什麼呢 按下那個滾輪有沒有 滾輪按住不要放 就可以平移 平移有沒有 左右平移 那如果說呢 要放大往前推 要縮小往後 然後呢 要整個放到最大的話 最大的話 就是滾輪有沒有 直接點兩下 它就直接放到最大 所以呢 滾輪的作用 在這裡非常的重要 第一個 往後是縮小 往前是放大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按住不要放 就是平移 點兩下呢 就是放到最大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想你們先試試看 先畫一個圓 那另外就是說也練習一下 假如我今天要畫的第二個圓 也在旁邊好了 再畫一個圓 這個圓呢 是直徑 其實的話怎麼做 這邊有提示 告訴你說 你必須 如果你要是輸入直徑的話 必須輸入個D對不對 所以你就在這個地方 輸入一個 小寫D或大寫D都可以 直接在這裡輸入D Enter 切換 這邊記得要切換成英文 D Enter之後 你再輸入 70 才會是直徑 所以這邊有半徑 跟直徑之分 但是我的習慣是這樣 反正通通都把它改成 如果可以改的話 通通用直徑 用半徑來表示 會比較快 就不要再一個D 然後再輸入直徑 比如說看到70 直徑 直接自動改成三數 除一半就好啦 不然你還要多兩個 染道流程 都會很麻煩 這邊的話 我想你們先試試看 圓的部分 先畫一個圓 然後呢 了解一下滾輪的用法 把畫面的先還給各位一下